兔子跟大象去抗衡 你怎么能够维持几百年的和平 这比非和家园还不靠谱来 现在的这个选民啊 是既不喜欢国民党 黑金啊 地方派系啊 然后郭台铭的不诚信啊 侯友宜的笨嘴着塞啊 朱立伦的执迷不悟啊 你要提起民进党来吧 腐败啊 开枪啊 不切实际的承诺啊 排毒啊 这次选举很明显的 就是票就要投给非蓝非绿的人 所以选举就是发福利 选举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 大家好 这里是彩票老虎 我是老票 我是老虎 柯文哲团队的这个网站 确实是比较厉害 他们在YouTube上每天都有更新 今天柯文哲在U馆上的 官方频道 就上传了一个影片 是柯文哲在某一个学校的演讲 他们给捡了个精华 里边讲到了柯文哲的一些观点 你听完了之后 你就能明白柯文哲 为什么被年轻人喜欢 这个他演讲完了以后 学生也提了很多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学生问他说 关于两岸的关系 您是否认为不独不同 是最有利于台湾现状的 柯文哲说 我说十字军东征到现在 已经超过七百年了 请问基督徒跟回教徒的问题 有解决吗 如果用这种态度来看 两岸关系会好一点 意思就是说 你为什么坚持一定在几年内 完成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在问题 不能解决的时候 让大家快乐一点的生活 先这样 有问题再讲 对于这种问题 柯文哲从来不正面回答 对 他就是把它搁一边 他实际的政策也是这样 他举个例子 说基督教跟回教 从十字军东征开始 两种教就在那打 打到现在七百年 也没什么结果 基督教也在 回教也在 他用这个例子去论证 想说明说 这个两岸 现在这个 针锋相对的这种 战争状态 很难改变 咱们就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 咱们人民最关心的 还是过好日子 这个问题 以后慢慢解决 搁置增益 也解决生活问题 说实话 他这种处理方式 肯定是不对的 从政治上来讲 但是很多粉丝 又反映了 老虎老票 你们讲这些问题 太政治太严肃 你们如果跑到台湾来搞选举 就不符合选民的口味 那意思是什么呢 台湾的选民啊 可能对于正确的 政治上的解决方法 也不太关心 就是能听到一个 他们喜欢的一个答案就行了 可能柯文哲讲的这种答案 大家就比较喜欢 反正对于一个普通选民而言 你要提出一个什么九二共识啊 或者一个多么伟大的解决方案 他们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离得比较遥远 这柯文哲挠挠脑袋就说 哎呀 这个基督教跟回教的冲突 七百多年也解决不了 咱们也甭想解决这两岸的问题 咱们就想办法先过上好日子 这些问题咱们以后再说 但问题是什么呢 基督教跟回教 咱不能叫回教 应该叫伊斯兰教 基督教天主教 这是一边 one side 然后这个回教伊斯兰教 另外一个side 这两个教都足够大 大到什么程度 是势均力敌的程度 因为他们势均力敌 当然当初的十字军东征 不是因为宗教思想上的不同 而导致的战争 当时的战争没这么高尚 是打着消灭异教徒的口号 实际上是为了争夺贸易通道 这两个宗教组织啊 是属于势均力敌的组织 今天的海峡两岸就不是这种情况 原来台湾的GDP跟大陆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但今天台湾的GDP 只能相当于大陆的一个省或者两个省了 只能相当于大陆的几十分之一了 而且大陆现在强军思想引导下 在军事方面的投入非常大 连美国都感到非常紧张 这完全是大象跟把台湾比做什么比较好 说蚂蚁台湾人民肯定不高兴 老票把台湾比你成什么比较好 兔子 大象和兔子好吧 那现在是大象跟兔子之间的问题 大象说了你兔子你这个兔子窝是我的 兔子说我不服 而且有些兔子还说 你大象那部分也是我的 这大象一听你简直就是吃心妄想 你这么点的体量这么小的规模 还敢跟我提领土要求 大象想把兔子吞并掉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兔子跟大象去抗衡 你的规模差距这么大 你怎么能够维持几百年的和平 可能性太小了 兔子觉得他出生好吧 觉得他自己正统吧 所以你拿基督教跟回教 两个势均力敌的组织之间 能够抗衡四百年 彼此不能消灭 来比喻说台湾海峡两岸 能够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的均衡状态 而互相不能被吃掉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这种说法在演讲的时候讲一讲 然后台下的人没机会反驳 你成一时口舌之快还可以 但是你把它当成一种政治理念 当成国策的一个前提 这比非核家园还不靠谱来 可文哲也就是随口回避一下 学生题的问题而已 估计他也没有认真思考说 用什么样的例子 才能够回避掉这种问题 总的来说 柯文哲比较聪明 反正年轻人也不知道 这里头的勾勾搭搭 或者是这种关系有多深 只要相似就好了 年轻人毕竟阅历比较浅 也不太容易找到 柯文哲讲话的矛盾 所以要给柯文哲先生提个建议 不过他这种讲话方式 确实比蓝和绿的领导人要有趣多了 现在的这个选民是既不喜欢国民党 黑金 地方派系 然后郭台铭的不诚信 何友谊的笨嘴着塞 朱立伦的执迷不悟 你提起国民党来 你不仅台湾的年轻人 连我都摇头 你要提起民进党来吧 腐败 开枪 不切实际的承诺 排毒 你提起民进党来吧 你也觉得 如果让民进党太顶台湾 确实战争风险比较大 那你既不喜欢民进党 又不喜欢国民党 你现在还能选谁呢 所以柯文哲就变成了一个 不得不的选择呀 两边的人都不争气 你只能把票投给他呀 柯文哲在20到40岁的年轻人里头 民调支持度涨50%多 是他有他的道理的呀 所以年轻人比较喜欢他的风趣幽默嘛 至于他讲的对不对 其实不重要 不我刚才讲的意思是说 风趣幽默是他吸引年轻人的一个点 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点 而最重要的点是因为 蓝营和绿营的候选人啊 都太不让人喜欢了 投不下票 对于这种独立的候选人而言呢 以前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都有一些独立参选人 包括像宋楚瑜啊 包括像苏焕志啊 这是我有印象的 但跟这些人相比呢 柯文哲他自己的这种个性就会更讨年轻人喜欢一点 因为他最起码还能出口来点金句吧 苏焕志跟宋楚瑜这样的比较传统的政治人物就说不出这些话来 所以这是柯文哲跟其他那些第三党的候选人相比 他的优势 其实这一次啊 国民党郭台铭不断的在讲反绿大联盟 这次选举很明显的 就是票就要投给非蓝非绿的人 蓝营已经让人失望了 绿营让人感到担心 所以这次票就是要投给非蓝非绿的人 非蓝非绿的候选人最有机会胜选 但在非蓝绿的候选人里边 而目前的候选人就只有一个 柯文哲 另外那些不知名的 不具备大众知名度的 媒体也不关注的候选人 那铁定是没票的 所以看上去柯文哲的当选的机会就会非常大 不是因为他的政见有多好 也不是因为他的幽默和风趣 就是因为蓝营和绿营都太差 刚才你讲到选民不喜欢国民党 也担心民进党会引起战争 那他们到底是因为不喜欢侯友宜呢 还是不喜欢国民党 那假如说国民党换上韩国瑜 那选民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可能因为喜欢韩国瑜 也就把票投给国民党 总统竞选这种肯定是 首先是选人啊 这个人本身要有人格魅力 大家喜欢啊 但是赖清德和侯友宜 肯定都不是这种类型的呀 所以还是人的问题吧 对于选民而言 他首先是选能够让他感到安全和幸福的政治理念呀 如果两个党的政治理念都不能说服他的话 他就被迫去选人了 当然一个成功的候选人 既要有理念 也要有人格魅力 这是没错的 但理念首先是排第一位的 是很重要的 学生还提到第二个问题啊 什么才是政治的目标呢 柯文哲没有讲什么是政治的目标 他说他认识很多民进党的朋友 每次都跟他讲说 你讲那么多没用 你能够当选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柯文哲就讲说 民进党政府的KPI就是选举 只要能选上 什么样都行 做什么都行 怎么样选举上怎么办 讲的挺对的 政治领域里的真理 民选政治的真理 所以说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 就会推出很多福利政策 在美国最明显的就是减税 在台湾最明显的就是各种补贴 郭台铭也说0到6岁国家养 如果不是因为选举能有这好事 赖清德说 上私立大学的台湾青年 政府报销一部分学费 如果不是因为选举能有这好事 所以选举就是发福利 选举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 本来政府掌握了税收 收来的钱用在什么地方 是由政府说了算 这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 因为选举 它一定会把这个财富分配 倾向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 就是普通民众 因为他们手里有选票啊 所以选举就是社会财富 再分配的一个过程 所以柯文哲借着这个民进党的选举文化 选举的KPI 然后就指责说 所以民进党政府从来没有长期的计划 它就是为了选举 所以台湾没有什么前途 也是因为民进党没有长期的 针对台湾发展的规划 所以八年以来搞得五七八糟 贪污腐败这么严重 民进党这么做呢 也没什么错 因为柯文哲也在这么做 柯文哲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也是为了自己选上 包括他唱歌跳舞也好 包括他痛骂民进党 然后仇恨动员也好 国民党也在搞 下架民进党 这就是一种仇恨动员 柯文哲也不例外 所以谁也不用说谁 因为一切政策为选举 一切行为为选举 大家都在这么做 柯文哲也在这么做 但是因为一切政策为选举 就导致国家停滞不前 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也是民主选举政治 但是没有人否认 美国在过去的两三百年当中 发展的非常好 他们也是每四年折腾一次 但这个国家既有长远的战略布局 比如说肯尼迪主导的登月计划 也能够执行的下去 不受这种四年总统选举的影响 地缘政治上的一些布局 长期在中东的深耕 然后从奥巴马开始的亚太地区再平衡 重返亚太地区 然后从奥巴马到川普到拜登 一直在执行 没有因为换总统 然后就改变 所以柯文哲讲 民进党执政的过程当中 一切问选举 所以政策太短视 这是民进党的问题 一个政党执政的质量 选民实际上是看得很清楚的 你现在这些政策 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人民不傻 台湾人民更不傻 还有那么多政治评论员 天天在旁边监督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去把执政者的政策 拿出来用放大镜去检视 一个好的政党 他一定能够做到 我这个政策出来 既能够兼顾长期 又能够短期让人民受益 你要不兼顾长期 选民也会骂你 你这不就是杀鸡取卵吗 要不兼顾短期 下一次选举你就没票啊 所以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 最终会选出一个 优秀的政党和候选人 让你能够制定出 长短期兼顾的政策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四年之后你就被淘汰掉 民进党肯定做得不够好 他如果做得好的话 赖清德的民调 不会突破不了40% 就是因为做得不够好 所以柯文哲才有机会 不是这个制度的问题 而是实践这种制度的政党 和个人的水平问题 对 没错 那台湾的政治人物 和美国的政治人物相比呢 也没法比 因为台湾毕竟 好像没有什么领袖级的人物出来 所以他只是注重短期利益嘛 其实也不是因为台湾 没有领袖级的人物 我觉得还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很重要 当然台湾是受这个地势所限 人口基础摆在这儿 它天生是有一些弱项 但是对台湾 我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毕竟有过辉煌的过去 台湾的经济奇迹 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祝愿台湾人民生活更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